你有沒有想像書的珠珠 沒有 我叫做Vanager 因為這裡 山門 通常最遠的就是你跑在車上 因為車進不來 所以只能夠一天坐那些沙門 沙門車進來 但那些車子如果走這路 其實都很危險 因為按摩那些路 所以我們剛才都不坐 因為其實你只要走這路 你只要去試一試 整個地方 所以全部都是這些沙門 從我們那邊走 每天從來都走過幾個小時 所以這裡沒有需要下路 所以他沒有需要去宿舍 但是這個區域人口多 他將來會一百元 沒那麼大 即是現在八百多人 將來大太多 即是會去到千年 所以你會再建一個洞 那又很貴 應該會再建一個洞 操場的後面 即是這個佔到運動場 運動場就超過一個 不建樓 這個運動場這個地 就會被人建民區 但是後面山上有幾級的那個溶田 即是滿地 然後將那裡採明後 就建一個洞 在那個洞 就在那裡 這裡就有兩棟教室 就是建五層樓 五層樓、五層樓 但是它就沒有洞 就變成多洞 學生 起碼如果能夠來到 就看到地圖 看到位置 看到 它說出來 它這個規圍 這樣的做法 是合理不合理呢 即是花分量很大 不用擦掉它才做 有些會說要這樣的 這個做法不同 所以我們了解多一點 如果你們說可以學校的其他問題 想知道所認識多一點 學語文很重要 剛才說有800多個學生 有600個學生 另外有600多個學生 是跟外國人 即是外國人 即是說不是本區居民 但如果那些父母走 就走 所以應該變動很大 有人來做事 有等於工廠 等七三個月都不能夠預備 今年多少張 你自己當 說到有些情緒 不夠學校 突然間深圳有很多出門 這個就是普遍做的事 是吧 他們覺得有需要 準備一個學校 將學生增加 是吧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按照你們的紀錄 我們這些紀錄 我們回去就我寫報告 匯報 是吧 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回去以後 我們就回報開會 就決定怎麼樣 反正這個學校 怎麼說呢 我們這邊已經在做招標了 就是說我們香港這邊 如果能留一點一部分資金 當然是請上天花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說放到今後再考慮的話 然後我們這邊這個事情 我們是適的必行的 對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們回去也得 就是說 情況怎麼樣 也會 你放心 也會給一個答覆 肯定有兄弟天使 比如我們還困難的 要先 要先 要在外面去找基金 也有時候很順利 我們已經知道很多次 我們也比較理解這個問題 是 反正就是 既然我們這幾天已經來了 所以順道也要看一看 這個也是好事 給書員說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項目 現在我們區裡面 今天 今年列入我們區的重點項目 對 所以 要求 四月份 四月底我要開工以後 然後就是那個 在明年三月份 我要加個學校使用 哦 可以使用 這個教學樓 命名有問題吧 教學樓命名沒問題 只要李主那邊 他們 不違反我們這邊原則問題 應該都沒問題 好 明白了 好吧 那這個我可以帶我們去吧 帶我們去吧 然後最終的方案 可能和這個 有一點小的出入 因為根據實際的話 反正布局是不會變 然後教室的監數是不會變 陳高 剛才我看的這個圖子 最老的一把 這個陳高是四米二了 現在我們做成陳高 做成三米九了 三米九 想解決一點投資 三米九應該夠用了 但基本上不會 成熟不改 成熟不改 對 基本這個問題不大 對 是吧 明白 好 哈哈 哈哈 對 是 四米 好 四米 四米 三米 凍 四米 四米 一、二、三、三、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